解放军东部战区19号上午宣布对台军演 直到晚间大陆官媒持续报道 就是要把演习目的说清楚讲明白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在官媒报道的评论区中 有人高声喊打说要让不听话的孩子回家 但也有来自广东的留言 质疑这是天天带节奏然后各种打脸 一名江西网民则说现在经济不太好 还是少点军演节省点军费吧 还有留言质疑这是形式主义 至于美国媒体则是把大陆的军演 跟刚刚在大卫营举行的美日韩峰会放在一起讨论 台湾是强烈地拒绝着中国的军事业军事业 称呼吁了他们的不正义和诱惑 中国宣布业军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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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军事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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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難以忽視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